大家好 欢迎收看最星期七的 何复社来的多巴日本大河 好棒棒棒 美油吧 不爱我黑龙正义 背儿鼻 陈仲中汉 上一座 草原病 打野炮 一人太多蓝星的 雷哥终于上台 也确实是愿意 有些得到台湾特的 何彪的警方 或者特别板 本节目欲教娱乐 全部内容来自于台湾各路媒体 我们不制造新闻 我们只是台湾新闻的搬运工 我们不生产销料 因为台湾的新闻每天都有销料 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哦 台湾是爵士滔滔的幸福之地 我会拿起扫把 不为台湾 我们台湾 要保际美国爸爸的大腿 不要惹 美国爸爸是季 忍仲大狗哥 好棒棒 古梅达斯阿姨 我是台湾新闻人 莱克多瓦快报 是你平时休闲的 最佳选择 让你花钱不多 找乐不小 有请本节目 镇宅之宝 无同身大 请看今天的节目 上周马英九访问大陆祭祖 蔡英文窜访美国跪舔 这俩人前脚刚回台湾 大陆这边送上大礼 俗话说 上扯的饺子 下扯的面 解放军东部战区 给台湾送上一碗 大面 4月8号早上8点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宣布 4月8日到10日 东部战区按计划 在台湾海峡和台湾岛北部 南部东部海空域 组织环岛战备巡演 和联合力舰演习 此消息一出 那是懂得自然都懂 包围台湾的演习又开始了 老铁们应该要清楚啊 演习就是模拟将来要发生的事 这是明确告诉敌人 我会怎么打你 全部都是名牌 看你怎么办吧 这次山东舰航母也参与了本次围岛演习 东部战区表示 本次演习的重点检验联合作战体系支援下 夺取制海权 制空权 制信息权的能力 所有部队同步组织环岛战巡 塑造全方面围岛震慑的态势 首先第一轮远程火箭弹全方位覆盖 保证在第一轮的打击之下就让台湾岛内岛外所有的伪军全部失去反抗能力 保证075登陆艇一切畅通无阻 海军从驱逐舰护卫舰导弹快艇对台湾岛西南目标进行追击 山东舰航母在台湾岛的东南完成合围动作 空军保持全体系的压制 协同海军构筑构一体式联合打击 火箭军负责捣毁重点的目标 台湾岛就这么屁大点的地儿 有几个基地 几个机场 几个军火库 我们都是一清二楚 保证让菜马桶你钻进哪个地道 我们就炸哪个地道 保证把你裤杂的给你扫煤了 这种战略是非常明确的 横竖都要打 打烂了 咱们再建设 台湾岛最重要的根本就不是上面所谓的财富和资本 而是这块地的战略位置 拿下来台湾海峡变成内海 中国的东部彻底无忧 从战略上来看 台湾岛就是不沉的航母 拿下来我们的战略空间直接推进到太平洋 什么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第三岛链 全部变成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脚锁 在对台战略这方面 我强烈支持武统 彻底根除岛内所有邪恶势力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愿意一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台湾同胞 站过来 其他日杂二鬼子贵政了 接受历史的审判 总之一句话干就完了 那有的朋友可能就说了 马英九来大陆访问 那是不是白来了 当时两岸媒体都在说是破冰之旅 团结之旅 怎么一回去马上就奔着武统去了 这话可得两说 首先蔡英文所谓的过境外交 那就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切香肠 虽然美国小心翼翼的安排蔡英文的行程 纽约市长周长闭门不见 重要的民主党官员也是闭门不见 但是不妨碍共和党继续在这件事情上拱火 也不妨碍蔡大马桶 借机在哈德逊研究所自己给自己发了个奖 要知道台湾伟政权每年可给哈德逊研究所不少钱 这里他们的官网上清楚写着的 对于蔡英文访美是不是得予以反击 让他刚回来就感受一下火箭军的温暖 另一方面我直播的时候说了 马英九这次来大陆完全就是大陆官方对于国民党的审查 看你怎么表现 上期快报的时候 马英九还没完成整个大陆的行程 现在马娘娘也回去了 这里就得好好的说道说道了 一句话 百年烂党 烂泥是真他娘的扶上墙 给你机会你不中庸 这次马英九可以说是抓住一切的机会 给走入历史坟墓的中华民国招魂 抓住一切机会向大陆表示自己是前朝余孽 在中山陵 马英九当着两岸媒体致辞 特地把民国112年3月28日 马英九前总统率基金会就这么给念出来了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有人自己称自己是前总统 不愧是前朝余孽呀 当天马英九写下和平奋斗振兴中华几个字 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原本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马英九把中国篡改为文化意义上的中华 这完全就是他一直以来的不同不独不武的三部论述 只谈虚伪的和平 对统一是只字不谈 毫无大局观 在提字落款的时候 他特地省民国纪年 再次以前朝余孽为荣 而马英九过去提字 大量的时候都是省公元纪年 而这次特地省民国纪年 摆明了就是恶心大陆来的 3月30号 马英九在武汉大学演讲 特地说 德国法国两个独立的民族都能和解 为什么大陆跟台湾不行 德国跟法国都是独立的国家 用这个来比喻大陆跟台湾的关系 这是妥妥的鼓吹两国论 4月1号 马英九祭祖的时候 六次提及民国 还说自己两次当选中华民国大妈童 之后在湖南大学的讲座上 他公然说 我们的国家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叫台湾地区 一个叫大陆地区 都是我们中华民国 都是中国 这不扯肚子吗 要点避连吗 从中国到联合国到西方国家 都承认中华民国是一个早就在历史上结束的政权 甚至大英博物馆上有两处标明了中华民国的政权时间 从1912年到1949年为止 不服你把弹国务馆拆了去 你上那抗议去 我看你敢吗 小绿哈门 马英九这次表现可以说就是向大家展示了什么叫 古葷级的前朝余孽 时时刻刻为民国招魂 来大陆还不老老实实的注意自己的言行 还在那兜售历史虚无主义 这点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事实 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 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支援下 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各级反动政权 从根本上推翻了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 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1949年9月27号 人民政治协商第一届全体会议表决通过 确定我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使用公元纪念 废除民国纪念 到10月1号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就已经标志着中华民国正式走进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 这些在宪法里和反分裂国家法里写的是清清楚楚 在国际上 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758号协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到这里中华民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已经灭亡了 台湾岛上的伪政权残余势力 从法理上讲属于割据我国领土的前朝余孽 哪怕放在国际上也属于是非法组织 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 中华民国早就亡了 而马英九还跟大陆在这玩复古军呢 是吗 孙中山先生一生最痛恨的 就是中国被帝国主义军阀买伴蹂躏蚕食瓜分 你马英九根本就没有资格提孙中山先生的名字 此人是屡次触犯我们的底线 属于给脸你马不要脸 就欠大嘴巴子 这一系列的举动让大陆政府彻底看清国民党愚孽的嘴脸 再看看那些跟随马英九来的台湾年轻人 不过这里得两说 这里面有很红的统派 非常的正 在大陆生活过很多年 但是有几个人 那可真是惊霸跟薄梅的窜 他是小耳不春的 有两个访问大陆的台湾年轻人在インス和脸书上发图片和文章 把岛民那种又脆弱又敏感演绎到了极致 估计是看到大陆的发展震碎了他们的玻璃心 这货在インス上着不说 台湾人幸福是因为我们有言论自由 我们台湾人不想要战争 我们只想要和平 没有亲宗不亲宗 另一个说了 我在上海和平饭店 看到民国时期夜夜升歌的华丽 夜上海只不过这里再也不属于我们的自由之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两岸统一踩碎了我的玻璃心 这里再也不能是自由发言的地方了 第三个就说 大陆给我太多的震撼 我不想表现得像个香巴老 然后他扭头就说 我不可能被大陆统战 我不要伟大复兴 我要和平 不要打我 大陆把我们越推越远 就从这几个台湾年轻人的文字就能看出来 极度的虚伪 狭隘 幼稚 自以为是愚昧 毫无格局 又玻璃心 又敏感 张嘴 闭嘴 就是言论自由 却不知道言论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 大陆方面能让马英九在演讲里面大放厥词 甚至达到以德抱怨的程度 这就是大陆言论自由的体现 你有种 你在脸书 在PTT上发一篇臭骂蔡英文 并且否定台湾伪政权的文章 你看看你在台湾会是什么下场 要知道这种忤逆的行为 在古代是直接要砍头朱九族的懂吗 上面写的那些文字的人都是男的 给我感觉呀 台湾这帮男的 男性年轻人 娘们儿唧唧的 各种矫情 这种人就典型的缺少现实的毒打 光提和平 光提避战 但是绝口不提 为什么会发生战争 这里啊 咱们必须要搞清楚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因为有台独才出现了武统 明白吗 武统的目的是彻底消灭台独势力 台独根本就不算是内部矛盾 因为台独根本就不是中国人 中国人与台独的孬种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 所以团结所有的中国人来消灭这些敌人 是所有中国人的目标 台湾岛内有非常多的爱国群众 爱国团体组织 他们都是中国人 也是痛恨台独分子 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同胞 两岸是必然统一的 和平统一是我们的目标 如果有一天不得不使用武力统一 那也是因为你们这些台独分子逼我们动手了 台独闹得越欢 武统来的就越快越猛 民进党想要台独 其实大陆很多的人像我 也希望你们快点台独啊 我们都等不及了知道吗 我们四十米大岛早就几颗难耐了 因为台独的尽头就是武统 明白了吗 这话是不是到头了 还不给雷哥一个大大的赞 马英九行程里面有一个细节 差不点没把我给乐死 这帮前朝一老一少在和平饭店吃完饭 还欣赏了上海知名老爵士乐团的演出 这种乐队我是真没想到在上海还有 演奏的这些老头啊 加起来得五百来岁了啊 那头发都花白了 老头乐队演奏了望春风跟夜来香 当时那个场面瞬间回到四九年初的上海 没想到七十多年过去了 国民党还好这口啊 哎呀 这不就是当初蒋匪败退前的迷迷之音吗 一股亡国感扑面而来呀 当时这个场面 如果旁边再放一个老收音机 里面突然飘出来一段 中央社播报 长江访线 故若金汤 蒋委员长称 优势在我 嘿那小味儿脑下就上来了 这帮玩儿正是古乎级的前朝余孽呀 呸 下面进入连续区文快报 蔡马通访问南美小国伯利兹 当地特地安排了蔡马通检阅三 等等啊 见识你妈妈为了 怎么还蹭刺不齐的 好家伙你这是约并啊 还是小区保安开会呢 我们家小区的保安站的都比这齐 别说啊 自从我研究台湾的友邦 让我惊呼 世界上还有这些奇葩小国 不过啊 这里告诫伯利兹老铁们 你们可得小心 姓蔡的那娘们可不是个好音 他到哪 哪就出声 别怪磊哥 没警告你们啊 前阵子美国的MQ-9死神无人机被俄罗斯战斗机撕了一连的燃油啊 直接掉入了黑海 美方称该无人机价值3000万美元 这事一出在台湾岛内引起巨大风波 因为台湾采购死神无人机价格是买4架花费6亿美元 而且还是阉割版的 如果按照3000万一架 那剩下的4亿8000万到底去哪了 是被美国爸爸当成铠子耍了 还是你们这帮民进党的贪官无力吃了回扣了吗 啊 看见了吗 泡满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么配合美国爸爸买武器 那小马内转打被痛快 民进党再帮狗贯 那真是9个亚路计坏一个 他是8个亚路啊 外媒把解放军2020年3月到今年3月围堡演习的轨迹 都做了一张图 看着那是密密麻麻的 再加上这次刚结束的围堡演习 那真正是把台湾的美国爸爸跟日本大哥哥吓得够呛 去年老妖婆来台湾的时候 美国还派了一艘航母打算靠近台湾 这次美国没有任何的举动 而台湾那边更搞笑 演习开始之前的一两天 草莓兵的空军基地是哭叉突然停电 台湾军方表示 哇嘎里共不排除是小动物触碰导致的后 漂亮弟弟啊 在台湾当人难 当小动物更难 台湾草莓兵这妥妥的欺负小动物 不会说话呀 那可真是坟头插拐棍 是却得带拐弯 国台办4月7号宣布制裁台独顽固分子萧美琴 并且强调终身追责 肖美琴是菜马桶的闺蜜 俩人据说一块伺候过美国爸爸 哪种伺候呢 就是哎 哎 上班早酒店开个大窗房 哎 然后哎呀哎呀 哎呀 咱没证据啊 咱就是合理的推测啊 肖美琴这个驻美代表 那可是个非差 专门负责处理台北政权秘密外交经费 负责给美国各路政客行贿 另外还负责帮助台独分子转移资产 在美国购置房产 另外肖美琴本身它是个村儿 有美国血统 另外这个终身追责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别落老共手里 落手里 保证让你爽歪歪 民进党著名的诸葛票收割机高甲鱼 最近有点难收 因为被民进党彻底打入冷宫了 为什么呢 他是属于有点要脸要皮的 不太愿意跟什么王八千啊 蔡一鱼那些傻蛋为伍 属于是民进党里面的李中克 结果这一下子就把民进党给得罪了 这不明年初台湾又得选举吗 民进党就想把高甲鱼给选下去 最近啊 许久不见的陈诗中老裤衩子 特地出来力挺民进党 另外一位女性候选人 这个女的呀 长得也算还行吧 很明显人设也是为了收割诸葛票用的 高甲鱼危险啊 大概率要被民进党除名了 哎呀 这是屎乱中气呀 另外说到高甲鱼啊 人在脸书上把自己屁的可漂亮了啊 肯嫩了啊 套满滤镜之后 那是妥妥的清淑女 对于她的身高啊 一直没有什么概念 直到我最近看到了一个高甲鱼做按摩的视频 好甲这小短腿啊 这身高能过一米五吗 垫着脚件能从汽车底下走过去是吗 好甲的腿那么短 哎 霍比特人是吗 随着视频进度条推进啊 我无意中获得一份素材 大家欣赏一下 最近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 想从大陆再要一只熊猫 大陆网友表示 马英九随行团队里面有一个叫廖元豪的人 是台北政法大学的副教授 还是马英九基金会的理事 他在上海机场对着警车比划踢腿 那个动作啊 还拍了好多张照片发在网上跟狗狗塞的 并且说自己对着大陆公安的警车反攻大陆 他还说拍完照片里面发现车里有人 估计啊警车里的人看外面在撒比干嘛了 这事在网上传播开之后 他被人骂翻了 随后他删除了帖子 还发表了一份道歉信 大家看看 这人啊都快60了 头发都白了 怎么还干这么幼稚的事呢 大家要明白啊 反攻大陆这四个字 对于台湾的老蓝男来说 那相当于就是孟姨啊 知道吗 那时不时就得让自己 就得爽一把啊 不过这个岁数了 他多少有点丢人 下次别干这事了啊 你老是站在警车边上 把眼一闭一哆嗦 那就完事了 根本不用踢腿 不然让旁边人以为你要抬腿尿尿呢 最近又有一位台湾名嘴出名了 他在绿媒的节目上说 大陆的高铁座椅都是没有靠背的 那是因为马英九去大陆临时汉上的啊 从此这个人就叫做靠背哥了 我很好奇啊 绿媒这种节目到底是做给谁看的啊 看这种节目的人那得撒笔到什么程度啊 这人据说以前还是民进党交通部的 由此可见 民进党的铁票舱台南内嘎的 那人得撒到什么程度啊 那脑子里面都是尿尖了 已经就这种名嘴 他公开胡说八道 好嘛 台湾这就言论自由了 明白了啊 那可真是欧洲去了日耳曼 那是去得呀 清明节那天 台湾的行政院长陈建仁 发视频祝大家清明节佳节快乐 当时给大陆网友都看啥了啊 清明节那上坟的日子 什么时候上坟在台湾那边也变成佳节了 还得快乐 陈建仁啊 我祝你全家清明节快乐 祝你全家每天都是清明节 最近日本一架军用直升机出了大事 他哭擦一下掉海里了 日本自卫队高级师团长直接嘎嘣装袋就喂了鱼了 此人曾经公开发表过反华言论 跟随安倍晋三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看见了吗 还没有事了 他先试试了 各位明白了吧 反华最后都没有好下场 先是死于非命 再嘎嘣装袋 最后还被祝全家清明节快乐 看见了吗 日本大哥哥确实超狂超屌超炸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来客多娃快报了 最后喊出我们口号 解放台湾岛 活捉蔡英文 你恐台湾 客户弘缓 还带我就完了